嗨,大家好,我是刘宁 今天继续带来一首 在传奇扑克上,锦标赛最后阶段 Linus和Charlie Carroll之间非常经典的一首对抗 因为只剩四个人了,大小王之争很容易出现 76不通花 跟住 Carroll89不通花 也是可以过可以加 大概有可能要过 翻牌 Carroll是两头听顺 Linus中了一张7 Linus给你打了三分之一的底持 这样Charlie Carroll基本上都是跟住 因为在Linus小盲位的范围里是有一些A's的 转牌又一张10 这样的话,两个人可能都打不动了 或者说Linus大概率都要过牌 Carroll这里有机会演一下开墙 打个超过半尺啊 挺大的下注 Linus有7啊 在大小王之争里 这里很有可能不会起牌 但是这样比较大的下注并不一定是投 因为他完全可以是拿有10的牌 在这里打大一点去拿A's的价值 哇,合拍发出6了 虽然对Linus的两对没什么帮助 但是Charlie成顺子了 诶,Charlie面带效益 先读一读对手 发现什么都读不出来 这里Carroll肯定是要开枪的 看他是要打多少 底持275万 可能打个半尺左右 哪有A's或者有10的价值 OK,超过半尺了 Linus这里很难跟得下 但是他的两对阻挡了很多Full House 这里Linus其实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推回来的 因为在这种牌面上拿着底两对 很难跟得下 7排肯定是一个选择 但是因为他阻挡了很多Full House 而且很有可能不会把Carroll放在这种顺子上 所以搞不好就要推回来了 如果他推回来的话 Charlie有A's基本上都要起牌 有10可能起不掉 这个跟注 气牌和All-in都有可能 我真的推回来了 但是Charlie这个顺子应该是起不掉的 秒跟的 OK,于是Linus第4名被淘汰了 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并不是因为Linus得了冠军 而是因为如果你盖住Linus的牌 你尽量从他的对手的视角里去看 你真的很难读得出他是什么牌 因为他平衡的实在是太好了 他的各种checkers 各种什么时候c-bet不c-bet 拿强牌过牌 拿弱牌零打 真的是混合得非常好 所以也希望Linus未来能多参加一些线下的比赛 这样我可以多做一些他的视频 感兴趣锦标赛的观众可以私信或者加我简介里的微信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见